明书记第十八章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和你的儿子以及你父家的人 要与你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要与你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 你要带着你的亲族立位支派的人 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与你一同前来 使他们与你联合并且服侍你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与你一同在约会的会幕前供职 他们要守你所吩咐的和会幕里的一切事 只是不可走进圣所的器具和祭坛 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 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守会幕的本分 办理会幕的一切事物 只是外人不可走进你们 你们要看守圣所和祭坛 免得震怒再领导以色列人 我已经把你们的亲族立位人 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 给你们做礼物献与耶和华 为要办理会幕的事 你和你的儿子要与你一同守你们祭司的职份 办理一切属祭坛和曼子内的事 你们要这样供职 我把祭司的职份赐给你们做服侍我的赏赐 外人若是进前来必被处死 耶和华对亚伦说 我已经把保留归我的举计 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 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 作为永远应得的份 以色列人所献一切不经过火 至圣的贡物 就是一切素祭 一切赎罪祭和一切赎千祭 都要做至圣的物 归给你和你的子孙 你要在至圣的地方吃 凡是难的都可以吃 你要以此物为圣 以色列人礼物中的举计 与他们的姚记都是你的 我已经给了你和你的儿女 作为永远应得的份 在你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 最好的油 最好的辛酒和五穀 就是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的出手的物 我都赐给你 从他们地上带来给耶和华的出手的物 都要归给你们 在你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 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必归给你 有血肉生命投生的 无论是人或是牲畜 就是他们献给耶和华的 都必归给你 只是人类投生的 你总要赎出来 不竭净牲畜投生的 也要赎出来 关于他们的赎价 一个月以上的 你要照你固定的价 按着圣所的秤 就是按照圣所的标准重量 用57克银子熟出来 只是投生的牛 投生的绵羊 或是投生的山羊 你不可熟出来 他们都是圣的 你要把他们的血 撒在祭坛上 把他们的纸油焚烧 作为献给耶和华 新香的火迹 他们的肉 却要归给你 像摇过的胸和右腿 要归给你一样 以色列人奉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计 我都赐给了你 和与你在一起的儿女 做永远应得的份 这是在耶和华面前 给你和与你在一起的后裔 做永远的言约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在以色列人的地 不可有产业 在他们中间 也不可有份 在以色列人中间 我就是你的份 是你的产业 至于立位的子孙 我已经把以色列中 所有的十分之一 赐给了他们做产业 这是为筹报他们 在会幕里办理的事物 从今以后 以色列人不可走进会幕 免得他们负罪而死 唯独立位人要办理会幕的事 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这要做你们 世世代代永远的条例 在以色列人中 他们不可有产业 因为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为举计的十分之一 我已经赐给了立位人做产业 所以我对他们说 在以色列人中 他们不可有产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立位人 你们既然从以色列人手中 取得了我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十分之一 你们就要从这十分之一中 取出十分之一 献给耶和华作为举计 这要算为你们的举计 好像河场上的五谷 又像榨酒池中的酒 这样 你们也要把从以色列人取得的十分之一 做举计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把献给耶和华的举计 归给亚伦祭司 从你们得的一切礼物中 要把最好的分别为圣 献给耶和华为举计 所以你要对立位人说 如果你们把最好的献上 这就算为你们河场上的粮和榨酒池中的酒了 你们和你们的家人随处都可以吃 因为这是你们的公价 是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报酬 如果你们把最好的献上 就不致因此担罪 以色列人的圣物 你们不可亵渎 免得你们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